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姐 其實我今天吃早餐時突然想起一件事 就是早幾天 其實也是上星期的C 我就放公回家 經過我自己的邪哥 突然間只有一個小孩難途截劫 有兩個小孩難途截劫 其實他沒有的 他說姐姐 有沒有 我忘記他叫我姐姐和伯母 因為我也嚇得了 因為下班都會 突然間有兩三個小孩過來 難途截劫我 我們就笑的 我忘記他叫我姐姐和伯母 有沒有紙巾 我突然呆了 他見我呆了呆了 然後就說我們朋友受了傷 想問你借紙巾 因為我嚇得了 一時間他就馬上找不到紙巾 我見他受傷 我問濕紙巾行不行 我說不如給你濕紙巾 因為我的濕紙巾全部都可以消毒 而且沒有酒精成份 我說你受了傷你用濕紙巾 消毒一點 然後 那些小孩就要了 然後受傷的小孩 反而不是很肯要 因為大家知道濕紙巾 他就是要紙巾 原因就是大家知道 你受了傷 你用濕紙巾 傷口濕水一定會痛 他就怕痛 後來我再拿 紙巾給他 他們就想 拿一兩張 即是濕紙巾和紙巾 我都整包給了他 用完濕紙巾 抹傷口才用紙巾抹乾 然後 我就 因為 都嚇了嚇了 有一點緊張 因為我對所有 突然其來的事情 我都會突然間 害怕的 我不可以接受太突然的事情 後來就繼續走 然後就發覺 為什麼會被人難途截劫呢 因為我看到前面又有人 後面也有人 又不是只有我一個 後來就在想 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基本上 自己都是這樣的 見到一些比較 不是自誇 見到一些 樣子比較沒有攻擊性 比較軟一點 比較容易接近的 都是會問這些人求助 莎姐是沒有好 樣子比較好一點 不是一定是美 但起碼被人感覺是安心的 所以就 平時 以前年輕的時候 經常被人問路 一個星期總有幾次被人問路 有時候 有時候 上車幫了一個人 聊天 就 整程車聊天 大家知道 見識過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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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和大家分享一些 心底少少的話 有時候 畢竟 其實 大家看到 莎姐 有時候 都會笑某些 黃人 不夠美 那 是否莎姐 自己覺得好呢 或者莎姐 妒忌她呢 其實 就 不是 其實 我很小時候 家人 就不太在乎我 我爸爸很疼我 這個不爭事實 她 愛 是 有目的 有目的 所以 其實 我兩個姐姐 對我都 家人 各方面 都喜歡嘲笑我 就說我醜樣 說我肥 因為 我小時候都肥 有時候說我肥 肥腾腾買了一塊豬肉去拜神 因為我爸爸那時候開店 有些銷售 男銷售師都是這樣 不斷笑我 不斷踩我 不斷踩我 加上我一隻手 弄傷 小學那時候就被人歧視了 所以 令到我自己的自尊 自我認知能力都很低 覺得自己是 醜到無可再醜 所以 就算有人 有些年長的 或者其他人稱讚我美女 我都會覺得她騙我 那 到二十幾歲 即是二十幾歲開始 就真的認知到自己的樣子 真是不錯 但是 我有沒有很驕傲 這樣去 曬命呢 不是現在年紀大 所以才不能曬命 那時候我都沒有曬命 反而覺得有少少害怕 所以我現在也很討厭一些人 去曬自己 年輕 曬自己 靚 因為其實在我眼中 他們沒有認清楚的事實 我很小時候就認清楚這個事實 因為我爸爸媽媽也是靚仔靚女 我有時間找回他們的舊照 全是靚仔靚女 絕對是靚仔靚女 但是我爸爸媽媽是靚仔靚女 生了我們三個女 都是我叫做最漂亮的 我兩個姐姐都不是醜女 你放心 但是都是一般好一點 中上或者是中等 不是說真的 好像人家選美世家 不是家族 澳門沒有一個選美世家 不是家族 這麼多個女人都是選美半軍 總之入三甲 我們家當然不會像她這樣 只能夠天獨求 但是不是家族也不算是最厲害 有些聰明到 明明兩夫妻都其貌不揚 生了美女才是 超級的 這些才是絕頂的 家族 好為全 生了全世界都是美女 當然還是很厲害 當然還是很厲害 家族 因為我自己看到 我爸爸媽媽也是靚仔靚女 生了三個女 都只有我一個叫做靚仔 但是如果我沒有出生 我是拉女 我最小那個 如果我沒有出生 就算爸爸媽媽是靚仔靚女 100%沒有出生 我也是很幸運 因為你看到我也是三分一機會 對上兩個姐姐 我都可能好像我兩個姐姐一樣 普普通通 就算爸爸媽媽是靚仔靚女 都可能普普通通 當然我姐姐不是撿回來的 你放心 因為我姐姐切了我的同兄弟 童姐妹 表青弟姐妹 就切了兩邊 就沒有遺傳到爸爸媽媽的優良傳統 另外一件事 我走到一件事是覺得很幸運 遺傳了爸爸媽媽的好東西 但其實亦都這樣看 莎姐如果你真正正看 我又真是面相方面 沒有任何一方面是特別的 有些人明眼特別漂亮 鼻特別高 特別漂亮 或者嘴特別漂亮 莎姐其實完全都沒有 眼耳口鼻都沒有 真是很突出地特別漂亮 抽完又OK 真的 當然 有時候抽不定 所以我覺得 某程度上是幸運的 在這方面 另外一件事 就是 跟朋友出去吃飯 或者 妳知道 凡姐都是女性朋友 當時跟教會的姊妹出去吃飯 很多時候都有了數 這是事實的 當然也會被人抵 即是被教會的姊妹抵 你看看她 我舉了手這麼久 都沒有人採我 她一舉手 那男士已經馬上過來了 有的 尤其是去一些快餐店 尤其是吃燒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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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你會發覺 差距是完全很大 你的燒味是斬得漂亮很多 所以尤其是吃燒味 那些教會的姊妹們就會推我去拿 是漂亮很多 那你說是否高興 其實我沒有高興過 不是囂張 我真的沒有高興過 因為你想一下 我那時候就會想回 對換心態就是這樣說 如果今天我是平平無奇那個 我隔壁坐著那個美女 她只是服侍那個美女 我會怎樣 是因為今期我幸運 撿到那個美貌 所以才被人服侍 但這個世界有多少真的美的 只要我平平無奇 旁邊那個美貌 我就要被人歧視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 因為自己的樣子是挺漂亮 那時候 當然年輕的時候是挺漂亮 現在當然不要說 不要說 我年輕的時候 所以都沒有這個想法 就不要說 因為自己美似美幸福 因為我知道 我是幸運 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多幸運 大部分人都是一般平庸 每個人在街上都看到那些貨色 那有什麼問題呢 每個人只有那些貨色 我是這樣的貨色 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反過來 如果我就是普通貨色 而那個是美女 我就要被人歧視 我就要被人被忽視 我的感受不好受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做些格外 搶鏡的事情 令到我身邊的人被忽視 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 還有我也是覺得容貌是不耐的 真的不耐 你要想想 沒有生過的 好像我這些沒有生過的 還保持得好一點 但是 硬結一點 一生完 就已經不是那個樣子 有些保得好的 就可以 真的會皮光肉核一點 但大部分都已經走光了 不是說身形走樣 那個樣子 都是會借一點 你不要看那些什麼富豪 或者一些明星 你不要看那些 那些有多少錢去保養 那些又出生 未出生 那時候就 開始補 補到他出生 補到他包 就是 拖住他B 然後又會 拖住他B的時候 已經幫他肚子裡塗些什麼 讓你不會有些所謂的 那些一條條的坑 就是橙皮紋 又幫你想著 將來怎樣收身 那些人是有一連串的計劃的 而且他一出生之後 那B不用去照 你想想正常人 要那B自己照 都不要說照 你只是奔奶餵奶那些 你已經很精神衰弱的了 所以那些人一定會殘 而且你正常 沒有一堆人 24小時 或者天天跟著你 你知不知道 那些高貴那些 高貴的貴婦 天天飲食餐單 有人跟著的 營養師 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和你每天調 一個禮拜調一次的飲食 那些正常人 不會的 我很多看到 有些 Auntie 或者什麼 跟我說 你基本上生完 有些如果不夠鈣質 那個BB取了你的鈣 他會直接脫牙 都不是說骨質疏鬆 直接有些會脫牙 那你怎樣 沒有生過的 是可以保持久一點 但是 沒有生過又如何 你見現在很多美女 以前我們80年代的美女 阿關之林 張萬玉 現在變了什麼樣子 當然黎燕山那些都是美女 黎燕山這些 當然 依然是保持得很美 以她的年紀 真的保持得很美 到現在這樣 很美 但是 你怎麼都不夠一個 二十多歲的皮肝肉 說美 外貌都是一瞬間 所以我覺得 很小時候我就很清楚這件事 所以我 從小到大 都沒有特別去注重 自己外貌 知道 給了自己評分就算了 因為你外貌真是老老實實 你保持多久 你還是會老 到現在 莎姐 接近五十歲 跟我二十幾歲 差了二十幾年 是差二十幾年 就是二十幾年 你再保持得漂亮 你還是會差的 唯獨我自己 就是覺得 你學會就是自己 做一個風趣的老人家 做一個有收養的老人家 這個是無論你幾歲 都會適合 所以你見莎姐什麼鬼都懂得 還有就是什麼鬼都可以吹一下 因為這個才是 能夠陪你一生 因為我不相信你到幾十歲 你才會突然 溫柔啊 不會 你不會突然風趣 你可能到很大年紀 七八十歲 你開始會化 不出奇 因為你不斷地經歷了這麼長的 人生歷程 所以可能會有些事情 你會這麼執著 但問題是 那時候 還有多少人在你身邊 你的評價 亦都給了人 你亦都不會告訴我 你突然間去到七八十歲 會突然間變得很友善 你明明是一個火爆的 你是會修煉了那些火 除非你突然間有大改變 如果不是你是會修煉那些火 但你原則上你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覺得 修煉是你從小到大 如果現在好像有些年輕人 講習慣粗口 毫無修煉 難道你到七十歲 六十歲 他會突然間變得一個文質奔奔嗎 不會的 他最多收火 或者為了積福少說些粗口 但他不會突然間變成文質奔奔 所以我覺得大家互相鼓勵 都成為後輩的榜樣 盡量做好一點點自己 互相鼓勵 這次就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